本台消息 春节前夕夏威夷中华总商会举办活动 组织刚刚当选的2016水仙花皇后和水仙花公主 走访中国城贺岁拜年 受到广大民众和商家的热情欢迎和一致好评 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评选已成功地举办了67届 每次评选结束后 走访中国城贺岁拜年是他们一直保留下来的传统 当天的活动在中华文化广场各省师团的精彩表演 和庙会热烈的气氛中拉开序幕 人们共同祈福猴年吉祥如意 随后夏威夷中华总商会的成员 同水仙花皇后傅秀宇和水仙花公主们穿街过道 一一走访了中国城的商家代表 向他们贺岁拜年 同时感谢商家对水仙花皇后评选活动的大力支持 走延宵和水仙皇后通街走 有炮掌玩炮掌 还有又摸着武士 非常之好好的气氛 大家都很快乐 在万华港场就有很多东西吃 所以就抢大家一起来玩 恭喜发财新年快乐 从Honolulu的Huwait 水仙花皇后和水仙花公主走访 中国城贺岁拜年活动持续到当天傍晚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 华夏频道记者Honolulu报道 华夏威夷中文电视台